幸福准人妻阿娇大解放,或来亮相活动现场,看到下半身让粉丝都惊呆了,网民,要嫁人就是不一样。 香港演员兼歌手钟心童、阿娇,评级电影出水芙蓉获选年度中国华顶电影盛典满意,调查华语喜剧电影最佳演员之奖项,并是她在电影方面首次夺得奖项。 中心童评集电视剧《女娲传说之灵珠》获2011华顶奖传奇类最佳女演员奖。 阿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女星了,她获得了男友赖红果的求婚,真是令人激动和欣慰。 她虽然有助盛世美颜,但是她的穿搭却一直被吐槽。 阿娇不仅割好而且人很美,不过网友看到她的下半身都惊呆了。 阿娇亮相活动,看到下半身网友都惊呆了,网友,现在流行拉链外露。 阿娇的这一身虽然美,不过下半身也太尴尬了吧,现在都是流行拉链外露了吗? 这个时尚真让人看不懂。 不得不说阿娇的这一身造型还是很时尚的,一身简约气质的黑色造型,搭配她白皙的皮肤和美颜,不需过多的装饰就已经很美很迷人了。 来看看阿娇的其他造型,身穿一款黑色吊带长裙,十分简洁大气,很能凸显出她的气质,受伤拿一款金色包包也很加分,露出迷人的相间迷人十足。 阿娇身穿一款白色长裙,看起来十分优雅迷人,露出迷人的相间也很加分,发型也是美美的,穿上白裙的阿娇真是美得不像话。 钟心童,二,之脸唱元童,1981年1月21日,原名钟笛山。 两岁时改名钟嘉丽,就一名钟心虹,昵称阿娇,香港著名女歌手、女演员,其女子团体TWINS成员的成分最广为人之。 2000年签约英狂娱乐,与蔡卓妍组成TWINS,隔年以歌曲名暗暗店补习设出道,红遍湘江大金小巷。 2005年正式拓展华语市场,并进军台湾,深入台湾校园,广受欢迎,已成为港兴热在台的末班车。 2017年8月,评级电影《罗曼蒂克销王》始入围第17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殊荣。